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9月8号早上的7点36 特朗普劳工节火力全开 批军方 批拜登 批中国 他是说军方主要是想卖军火 想到处打仗 南洛杉矶抗议活动出现暴乱 12名思维者被捕 中方自印军非法越境 鸣枪挑衅 梁架飞涨 农业部说社会应该能够接受 韩子最好不要涨 涨了都不好 圣安那风卷土重来 明后天给南家带来更大的威胁 南家先是这种爆热 120多度 所以非常高 50 7040多度 加州紧急状态 官员要牛森放权 美国确诊病例是643万3878 治愈了254万8133 死亡了19万2651 华木兰 迪斯尼斯梁波清金的美好想象 判多宗反中案无罪 港财法官被调职 谭赛德警告 全球做好准备 面对下一个大流行 日本准首相 涉花政策不变 美货将推出超音速的空军一号 未来可达五马赫 特朗普团队一改豪气作风 缺钱还是为了最后的冲刺 特朗普已经投入了10亿美元去竞选了 给每个黑人发35万赔罪 往炸锅练华语一起发 这个原来的排华法案是值道歉不赔偿 所以华语是感觉到受了侮辱啊 纽约时报 特朗普政府考虑禁止进口新疆的棉花产品 应该实际上去看一看 新疆的现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南加劳动节汽油价为2016年来最低 还是贵啊 那个在内布拉斯加直接就是一块两毛六啊 奥格拉拉那个地方 到了直接到了内华达州就是两块四毛六左右 所以在这个加州这边还是三块多 你说它能降到多少 教授燃上新冠 线上授课 倒地去世 专家说从食物或其包装感染新冠可能性不大 但是还是要注意啊 洛杉矩城市 城屋带完成销量年增4.9% 灰激野火照片刷屏南加州 周末是末日 阿森萨 北山 火烧回近5000亩 社区或被强制的疏散 波音七八几 梦幻客机查出生产问题 社约900架已经交付 波音这个问题不断啊 现在最近 美国这边还是形势还是比较比较严峻的 所以大家要应对下一个挑战呢 应对所有的挑战才会更好一点 三星拿拿下微瑞森5G设备订单 金额是66亿美元 本来这个华为应该是第一强的 应该是很好拿的 强调中国病毒 这是应该是Covered 19 特朗普说 美国疫苗很快将面世 这个企业就是第二个华为 股价暴跌 四值蒸发数百亿 国际奥会 不管有无新冠 东京奥运将如期举行 因为拖不起了 这个已经拖了一个 安倍首相都已经 那个休息了 安倍首相都已经因病 没有等到这个奥运会 所以下一个简易伟 要等到这奥运会啊 脱欧大戏要落幕 约翰逊对欧盟下最后通牒 欧盟是说你脱欧可以 你把那个钱给付了 把钱付了 然后可以 法国绝症患者直播死亡过程 马克龙说我个人支持 拜登拉票出奇招 香港教科书移除三权分力 引战 港澳办支持教育局 特朗普将动用病毒救助金 用于新一轮的纾困金计划 粮价飞涨 农业部说社会应该接受 神秘种子现象不绝 亚马逊 威势禁止跨国种子销售 这害怕引起那个生态危机啊 华盛顿州大火超半城灾区失控 西雅图也是出现问题了 现在 加州五个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火灾打破了历史记录 加州单日新增2528例 呈现疫情反弹明显 所以在加州啊 在洛杉矶县和呈现这种 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华裔特别多 人口特别的密集 黄昏擦牌 顶艇司长而弯华裔赢战术 却惹一身包 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 遭不明人事的绑架 是个女的啊 洛杉矶 山火至空气质量极差 多个华人区受难 南加州大火竟有宝宝性别 揭秘派对的引发 这是他们点火了 然后改改party 洛杉矶仍有4.5万户停电 48小时左右才恢复 呃因为是高热呀 100多度120多度 105度都已经让人烧的不行了 120度你简直让人烧死了 加州学校使用1619项目 特朗普让教育部介入调查 国会新冠援助计划县将局 纽约等州计划削减预算 这次自有1000万枚 麒麟9000芯片数量有限 中国科兴90%员工与家属 接种该公司实验性疫苗 新冠相关儿童罕见的综合症 90%出现心脏损伤 感谢大家的收看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拜拜